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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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还说了一个问题就是不生孩子不结婚是吧 对 就是他爸妈可能想我们尽快结婚吧 着急的抱孙子 可是现在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的工作都属于上升阶段 不适合生小孩子 加上现在还没有我们自己的房子 当初在一起呢 我们是憧憬着说 两个人努力工作 然后看能否付个房子的首付 搬出去住的时候再正式办婚礼 其实这个不是的啊 我们家里其实自家已经有过的房子了 那不是就行吗 就是说我们两个就一结婚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就住在家里吧 然后呢就直接生个小孩 其实就完了嘛这事情 因为自家的房子你就 我们其实也没啥压力的 可是我们俩跟父母住在一块两年了 多少摩擦你知道的 我说得多你后面你又嫌弃我 反而又说我在抱怨 你没体谅到我的辛苦 你呢 其实我们两个走到现在 确实五年到现在存了挺多的 可是你后面呢又给你挥霍关了 我也没有拿去挥霍呀 我这不是拿去投资了吗 投资结果 这我火气又大了 前阵子玩股票 现在首付都没了 其实股票跟投资这事的话 也真的不是挥霍呀 这也是一种投资呀 这投资肯定是有风险的嘛 对吧 然后后面呢我就想着说 既然我们两个学历并不高 就想着说去报个成人自考 考个本科 说不定以后能找到更好的公司 去拿到更高的工资 那对我们未来也更加有希望 他偏步他说什么 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在浪费金钱 整天折腾个没的 是啊你继续成人自考 然后呢就六七点钟打扮了漂亮亮的 穿上漂亮的衣服 然后就化个漂亮的妆 然后就出去到十一二点才回来 都不知道你是跑去成人自考了呢 还是跑去约会了 我不天天都这样打扮吗 你非得说我晚上才打扮那么漂亮 那我觉得你去上课也真的是不用打扮呀 不是你陪他一起上课不就得了吗 他又不去上课 整天在家里下班回家 一脱鞋往房间一踏 就呼呼睡大觉 我那天就刚好出去工作了 回家还要买菜 洗碗做饭 搞这搞那的 然后那天自己切菜还割到手了流血了 都没人关心没人管 然后婆婆呢 就不知道实际的情况 就叫我做这做那的 我那天特别累 我需要你的帮忙 你呢 你在干嘛啦 在睡大觉 那我睡着了 我也真的不知道这些情况啊 你从一开始 你整天就是指瞒着自己的事情 整天 你们一家子人都没向着我 整天使唤我 我还没过门 这合适吗 这个事情就因为你不生小孩啊 所以我爸妈都针对你啊 那我们现在一没情二没房 什么都还没 什么大事都没干成 现在就要生小孩子 你能不能为以后我们的小孩子 负点责任心啊 其实我真的觉得 你的事业心太重了 我就比较真的喜欢平平坦坦的 就平平淡淡的 过一辈子 好好好 听明白了 你是怎么着 还打算娶她吗 其实我是一直都很想娶她的 想尽快地跟她结婚 她要是不生的话娶吗 其实我也没有不生 你先别说话呢 不生你也要她吗 不生的话我觉得 我会承受父母很大的压力 我再问一个 我只是假设啊 姑娘你别介意啊 跟你没关系 完全是假设 假设这姑娘不能生 你还娶她吗 会 我还是会娶她 真的假的 真的 那就这个就好办了 因为你要跟来自 他们那个地区的人聊天 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刚才你说你还是要生的对吧 是的 打算什么时候生啊 我想有了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空间 就是因为她安于现状 然后她老实说我 太有事业心 其实你看我 真的 我从一开始 其实我就是一个小女人式的 说傻听傻的 慢慢把我磨练成一个女常人的 我做兼职模特嘛 其实真的整天到处跑 就像我住在广州 几乎整个广州被我跑遍了 可是反而也不用这么做呀 你就在家里当个贤妻良母 不就完了吧 你说我们好好的 你就真的就是说 在家里 然后伺候伺候公婆 然后给我生几个小孩 是吧 啥事都没有了 那我不是为你分担一点压力吗 你现在有这个财势吗 我们自家是有房子的 除了房子之外 你工作怎么样 我工作还行吧 就反正也够开支 网游开发 是的 就ID 你是做技术还是做 运营的 做运营 是 怎么样收入 还行吧 就也就几千块钱吧 就让他给你生一堆吧 那其实对 那因为我家有房子 其实就只是解决一个吃的问题而已 那一个月几千块钱不够吃吗 那是够了 那我就觉得说 目前也挺好的呀 这个状况 反正家里也有房子住 又没啥生活压力 然后我每个月要拿个几千块工资 是吧 那你就完全可以在家里当个贤妻良母了 对不对 一个安于现状 一个还想对生活笨一笨 是吧姑娘 这个时候两个人发生冲突了 似乎是一个僵局 该如何解决呢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门店 你们两个人 叫这个男孩子 他认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呢 贤妻良母洗衣服 伺候公婆 生一堆孩子 他认为这是 如果一个女人 能够用这样的一种状态 生活在这个事业上 那她是幸福的 所以我愿意让我的女人 过这样幸福的生活 对吧小伙子 但是你不认为这是幸福 你认为这是一种被剥削 你认为这是没价值 你认为这个是被当成了 生孩子和伺候公婆的工具 你认为这个没有被尊重到 你不认为这是幸福 所以你们两个人 对幸福的定义 如此之大的差别 那么他给你的这种幸福 你认为就是一种束缚 而你想要创造的那种 我们靠自立 我们要过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要过更时尚的 更符合现代的这种年轻人的 这样的人说 你认为这是一种生活 幸福的话 但他认为有必要这么累吗 干什么呀 他认为那不叫幸福 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人 真的要在一起 共同生活下去 不要看已经过去的那五年 要看未来的五十年 你们的幸福的定义 能不能尽可能地去靠拢 如果不能 你们这样的矛盾 还会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随着孩子的降生会更多 所以两个对幸福定义 如此大差异的年轻人 我觉得好在你们还没有结婚 还有机会去思考 你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 选择一个人 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你要的是哪种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 你们对面的这个人 他有没有能力去支撑 有没有能力去享受 请你们思考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张老师 能够看出来这个女孩很漂亮 我不知道那个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可能 你最开始因为什么原因 被对方吸引 也许可能最后慢慢的时间代谢 可能就会因为什么而争吵 甚至可能会分开 就可能一开始 你被吸引的是这个女孩 很漂亮 很苗条 苗条淑女君子好球 对吧 但是可能往往你看她 每天打扮的花质招展 漂亮亮亮出门的时候 你作为男人的那个 占有欲就跳出来了 但是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你就是因为她这么美 这么美好的一个女孩 你喜欢上她了 那如果她不漂亮 你还会喜欢她吗 听你们刚才谈话 我觉得这个男孩家庭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优越的 但是你的这个优越 你对于对方的一个 将来规划的设定 是你自己设立的 你很自私 你站在自我的角度 去规划你对面的这个女孩 你是我媳妇 你将来要怎么生活 但是你并没有去想问她 她想要什么生活 你们现在是订婚的状态 你们可以好好地坐下来 去探讨一下 这个幸福的彼此交换一下意见 能否走在一起 走在一起能否长久 如果有了宝宝 能否负得起这个责任 人的一生很漫长 不是说结了婚 就进了保险箱 就画上终点了 不是 结婚才是一个开始 价值观不同 婚后你们一样会 层出不穷的问题出现 还是要多多沟通 价值观统一了 才能够长久 好 谢谢 谢谢郑老师 胡老师 我好像没有听出爱情的味道 而事实上 在男生这儿听到的也就是 他说得很明白 他说 你在家带带给我生一堆娃 多做多家务就可以了 男生重复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家有房子 你们家有房子 好了不起 是吧 你们家有房子 男人不应该独立吗 男人不应该靠自己的双手 去挣钱买房子 结婚 养老婆吗 我认为这样的男生 对于自己将来的生活没有一点自立的想法 只希望 所有的一切靠家庭 又或者是在家庭当中 你和公婆之间出现了任何问题 他也希望你自行去解决 又或者是把你当成工具来使用的男人 你还嫁给他干什么 你外星条件还行 自己又想上进读个书 靠自己的本事生活 别人不懂得疼自己 你不知道自己疼自己吗 我相信以你的条件 找比他好的男人多了是 谢谢啊 女生我觉得 她的愤怒 她的不解 她的不满 跟老师们说你的是一致的 我们尊重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 但是我们同时 在现代社会 我们更看重的是个人的奋斗 个人的人生体验 大概是最重要的 我想这个女生 她最不满意的你那点是 你消沉 你不够现代 你不够冲进 至少在你的表述里面 我们没有听到 或许说 今天你们要表述的 只是你们冲突的这部分 有阳光的那一部分 我们没有听到 所以呢 核心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静下心来 重新的思考一下 你跟她的关系 你们各自要的生活方向 是不是一致 所以下面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黄金六十年 我觉得吧 我们从一开始到 在一起到现在 其实都挺不容易的 我们也什么苦日子都过过了 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然后我也希望说 其实 我很多时候也可能真的是 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吧 我总是说 就把你当一个公仔一样 想让你怎么样 然后就怎么样的 这也的确是 我一直都是这种思想 但是从刚刚几个老师的说的呢 我发现其实 我这个真理也是不对 我也不应该说 总用那种 特别大人主义的那种想法 但是我还是很爱你 我就想 我们一起认识那么多年 从小一起长大 在一起 时间到 男生有一句话 我提醒女生记住 他有一点他认错了 你承认你把人当公仔一样摆了 对吧 是 好 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这个舞台 表面上我们是在谈 情爱的问题 或者爱情的问题 其实在每一个爱情问题的背后 它或多或少的 都会涉及到 社会的点点滴滴 还是那句话吗 推开了这样一扇窗 我们看到的 实际是大生活的故事 这一对 订婚的情侣 最后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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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孩子的选择和婚姻呢 为什么35岁的男人就不能 有在我微博上留的一段话来回复这个问题 同时也送给那些过于管控自己孩子的父母 这段话是这样的 我很钦佩一种父母 在孩子童年的时候 能够给予他们强烈的亲密 当孩子成人之后 又会学会得体的退出 照顾和分离 是父母必须完成的任务 亲子关系 不是恒久的占有 而是一场深厚的缘分 我们不能因为孩子在童年的时候 因为缺乏父爱母爱 而感觉到情感贫瘠 也不能让孩子在成年之后 由于受到父母的过于管控 而感觉到窒息 父爱母爱 是一场心胸和智慧的修行 这是我一位网友留给我的话 我觉得特别好 送给那些父母 好 谢谢 谢谢杜老师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